這個戲碼太好看了 我們這個不幫漢架的投手嘉倫是不是喊個暫停一下啊 確實要喊個暫停了 這個球打得非常扎實 這是今天吳傑瑞在這場比賽當中第二支二聯安打 這個球打得太平了 剛剛那個是稍微差一點點距離 這個球是太平 先來看看過去在張耿豪跟潘武雄之間對戰的紀錄 潘武雄跟張耿豪總共對戰過27個打數 潘武雄擊出十支拳雷打裡面有一支是拳雷打 十支安打 抱歉 十支安打當中有一支是拳雷打 而張耿豪曾經投出過兩次三陣 七次的四塊九寶送 那交代得很清楚喔 我們面對的打者是誰 然後交代投手就說在整個一個 對戰的一個過程當中要如何來去面對潘武雄 我大概目前是臉部是空著 我大概金蕾的一個不管是內車還是外車大概就在這個 好球在那個邊緣 對 如果真的投手投出這樣的一個角度的話 那就是在考驗打者的一個整個一個攻擊的一個技巧性 喔 攻擊技巧性 對 我說在台版的兩側 對 兩側喔 喔 這個好看 喔 球迷朋友等了一個晚上 等到這樣子的一個對戰的打習術 我覺得非常值得 我萬萬沒想到最後的一個這個時刻 竟然還有這樣一個對戰的一個機會喔 對 我想這也是身為一個打者 常常在自家後院 或者是說在自己練球的時候 常常幻想的一個場景 哈哈哈哈 如果是我 我不要 因為我抗壓性比較低 哈哈哈哈 比較容易緊張 是嗎 漂亮的變化球 這個我相信這時候的戰得很好喔 因為要面對到這個 製造千安的這個打者 我身上線數應該是 飄起來了 很順利的取得了球速的絕對領先 先來看看頭補之間的想法是什麼 打者說想打安打 頭補當然是不想讓他打安打 我只說在這個關鍵時刻 一個章更好的紙插節 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拿去運用 哇 大家都已經是殷殷的期待 對 殷殷的剃啦 打下去出去 小球在 手掌外的方向 最後 沒有接到 第一千吉安打出現了 土耳士把比數追平了 哇 好看 誰能寫出這樣的劇本呢 叫潘武雄 稍微停 停一下 他有沒有什麼儀式 太感動了 這個安打球的也收回來了 可以慢慢來啊不要急著啊 這個竹筍 應該這個竹筍採盤有差的距離 控制一下目前的場面 武神第一千隻安打出爐了 是一次帶有打點追評分打點的 中途外方向二雷安打 中途外方向二雷安打 這個休息室的這些 球員都已經跳出來了 如果這個攝影機有帶到這個 同一世代的休息區的話 好 哇 再見全力打 再見 好棒 哇 神奇的一個夜晚啊 好的這位觀眾 中 同一賽分的師隊再回到台南組場再次的面對 浮發漢將這兩場比賽呢可以說是呈現完全不同的內容 待會呢在賽後當然呢除了MVP的訪問之外 我們也要請東哥來在賽後為我們做最後講評也請你稍微休息一會 恭喜蘇智傑 好那麼蘇智傑呢結束了兩分打點在一拳打這時候 當然我想這場比賽的MVP有點難選 應該 還是最評分那一個那一集我是覺得比較重要 今天這個豬腳讓給他了 那這個焦點放在這個蘇智傑身上 豬肝是蘇智傑 豬腳是蘇智傑就對了 那當然沒有這個 蘇智傑的最評分拿來的這個蘇智傑的一個再見全內的 但是我想在這場比賽當中 那麼在重播畫面當中我們當然 再次的恭喜蘇智傑打出了這支再見全內打 非常扎實的一個揮擊 張可豪呢在連續的出賽當中結果都受到了全內打的重擊 當然另外一個 大家期待已久的潘虎熊的一切安 也終於在台南主場的球迷朋友面前呢 在今天達成了 今天總共打出了兩支安打 兩支都是長打 而且呢都有打點 最後雙方的比數是9比7 蘇智傑那支全內打打出去這個 就知道留不住了 還是一個大號的一個全內打 還在回味這個潘虎熊的那支安打 在這個蘇智傑所提出的那顆球 不曉得是素熊還是變化球 我並沒有很認真去觀察 不過看起來 大家的想法不太一樣 因為今天蘇智傑爽想炮的一個表現 對 對 連續兩天呢 在同一四面分市隊這邊都有 打者呢 三場集出了兩支全內打 蘇智傑今天呢 接受了領隊的頒獎 口號交給你們喔 好馬上來進行我們的紀念合影 我覺得蘇智傑心裡也滿激動的 應該不單單只有蘇智傑齁 包括林隊也滿激動的喔 對對對 都跳出來頒獎了 好我們一樣要趁賽後這時間來訪問一下智傑喔 當然 大家就想知道其實以往我們面對到蘿莉的一個 頭球其實很難突破 那今天智傑其實一開始就擠出了全內打 那加上今天 最後一支這個長打 其實整個長打的狀況都非常好 請智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針對投球的部分怎麼去做突破 其實我也只是 一顆一顆球來面對投球的 投出的球 那因為 在剛剛TALKSENBITE打出一千安之後 其實我很感動 然後 就覺得一定要 拿下這場勝利 掌聲鼓勵 好我們 今天真的很開心 那當然還是要 請智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從 去年打完四代其實有一點點的低潮嘛 但今天 今天可以發現其實 自從開機到現在整個打結狀況 其實是非常的火燙喔 那 可以請智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春勳到開機這段時間 有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做調整嗎 其實也是 照著打擊教練的一些安排 然後去做訓練 然後一步一步慢慢來 然後才會有 現在一直保持這麼好的表現 好掌聲鼓勵 那當然在訪問我們的智傑之後呢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希望看到我們一位英雄人物出來 讓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 派武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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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 智傑這樣的貼心喔 把這個講座也一起獻給我們 他可以當然 嘿 好我們現場其實今天所有的球迷朋友一定都跟他可以一樣的緊張喔 尤其是在 剛剛最後一個打席喔 那 可以跟他 請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擠出這兩支關鍵安打一個準備的一個心路歷程嗎 說實在的 身體上調整沒有很好 然後我盡我的全力 然後 貢獻給你們 掌聲 好那其實剛剛他可以在最後那個打席 應該也知道 這又很 有可能是今天比賽最後一個打席 那 剛剛站上打擊區是用什麼樣的心情來面對 這一球呢 我知道我這個 打席很重要 然後 我只想 不想要輸給他們 我只想要打出去 這樣子 好他可以完全展現了身為我們球隊資深前輩 對的一個毅力喔 那當然 在今天 達到了這個 千安百轟的一個里程碑 剛剛 而且 其實這兩個里程碑家人都一起陪你在球場見證了 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跟一直陪伴你的家人說呢 當然首先也是要感謝我老婆 然後 讓我毫無自憂 讓我在 球場上 這樣子打拼 你辛苦了 然後 然後 這一千安 我禁止辦的第一天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達成這個目標 然後謝謝你們的陪伴謝謝 掌聲 再給我們我們的蘇智傑以及帕手 那當然呢 我們之後 也會在我們台南主場的比賽呢 再另行舉辦我們他可以 盛大的 千安百轟的慶祝儀式 那也希望到時候 所有權的朋友一定要進場來幫我們加油 那當然最後 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今天兩位英雄 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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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來 來 大家不要看 要不要 要不要 快點 一起 一起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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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 東一 東一 東右 一起唱 第一次康五熊 第二次舒志杰 康五熊 康五熊 掌聲 我們請他可以再次拿著 他的百紅的千安的一個紀念板 那花束我們再來進行一支紀念的合影 對 我們的美女朋友來捕捉一下 今天這一場真的非常具有紀念價值的比賽 上次再次給我們的舒志杰 已經非常好笑 OK 謝謝 那各位觀眾朋友 在2018年的4月12號 今天我想其實應該可以來選一個雙MVP的感覺 因為確實這兩位選手 就像剛剛 剛剛東哥所說的 這個雙MVP 因為今天沒有潘虎熊把分數給追平 結果沒有舒志杰最後的這支在間全聯打 那麼生涯的第一支安打出現在2006年的3月 到生涯的900支安打在2016年的9月 中間經過了有10年的一個時間 但我想對潘虎熊來講 史上聯盟第二十二人達成這樣子的一個很難能可貴的紀錄 哇 我真的覺得 我可以感受得到剛剛舒志杰講 當前輩打出那一千安的時候 他的那種感動的感覺 主要就是因為舒志杰跟前輩相處之後 也看到前輩在球場上的一個奮戰的精神 再就是說在締造這個千安的一個過程當中 也經歷過很多一個傷痛 還有這樣累積下來所達到的這樣的一個一千安 我相信從這個小地方 學弟也看到學長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相信從這個過程當中 一定是看來一定是相當感動的 對 那潘虎熊呢 當然就像剛剛東哥所提到的 可能在他的職棒生涯當中 也經歷過一些受傷的一些狀況 如果說在那時候就輕易的放棄的話 當然就沒有辦法在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所以堅持真的就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沒錯 當然這樣的一個力量 感染到這些小學弟的這個想要求勝的這個欲望 我覺得每一個 包括在現場的球迷朋友也好 包括電視前面的球迷朋友也好 我覺得他們看了這場比賽之後 應該都是留下很深刻的一個印象了 對 今天絕對是個難忘的一夜 那麼在第九局 已經兩人出局的情況之下 當時由吳傑瑞集出了二雷安打 陣上二雷雷包 那麼潘虎熊在兩好球的時候 集出了在左偃方向 看起來有點像是拳力打的那個深遠二雷安打 達成了他生涯一千安的目標 今天統一森菲林斯隊在這場比賽中 總共集出了十一隻的安打 在得點圈呢有十個打數四隻安打的表現 而至於呢在今天附方和這樣三十二個打數 他們集出了五隻的安打 那得點圈的打擊表現呢 九個打數四隻安打 而且呢都集中在前半部 所以我們看到在連續的比賽當中 師隊呢都靠著拳力打打敗的對手 那麼今天的勝利投手雖然是廖文陽 不過呢在這邊我更要跟大家講到的就是 今天師隊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追分的結果 應該把這個功勞頒給牛棚的投手 沒錯真的這講到重點 那當然這場比賽 如果沒有這個牛棚投手的這樣的一個 穩定的這樣的壓住這個 無私分的一個狀況的話 拿來的這個潘武雄的一個追評分 拿來的這個蘇智姐的一個再見鴻 可能就是可能在比賽 甚至於勝利 富邦漢將可能就很早就把他帶回去了 對那麼今天從第四局開始呢 一直到最後第九局結束 每一位上來的師隊的投手呢 都投了完美的三上三下的半局 這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 而且非常難辦到的一件事情 那麼在這幾場比賽當中 師隊的牛棚呢恢復了穩定 也提供了給他們的一個追分的 最有力的一個後盾 那麼今天呢才會有這場非常難忘的比賽 也希望所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樣 那麼在經過了這個